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困乏无力 无精打采 头晕脑胀 还频繁地闹肚子 怎么运动也减不了肥 好像得了什么大病一样 如果不及时调理 湿同寒结合就成为了湿寒 同风结合成为风湿 从而影响工作和生活质量 湿气重在中医上认为是属于湿邪类的病症 显向地说 湿就是我们身体的垃圾 毒素 是粘质的 脏东西 湿气重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形式很多 搓疮 大便躺膝不成形 胃口不好 睡眠不好等等 湿气重的表现 一 体态虚胖 甚至出现下肢水肿 二 四肢沉重 浑身酸疼 头昏脑胀容易犯困 三 食欲差 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胃里胀胀的 吃饭过程中还有隐隐的恶心感 四 舌苔发白或发黄 五 大便稀烂 总会有一些粘在马桶上 很难冲下去 六 头发还有鼻子 脸颊总是出很多油 每一种身体异常的出现我们都应该要重视 才能确保身体健康 生活有质量 上面说的体态虚胖 甚至出现下肢水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关将会具体说一说 一 腹部滚圆 腹部滚圆只是形容一个人腰围粗 坠肉多 中医认为 当湿气入皮下 就会影响细胞的新陈代谢 降低脂肪燃烧效率 从而导致肥胖 而过多的湿气滞留在腹部 则会影响皮韵化水湿的负担 影响脂肪的代谢 造成腹部滚圆 若是你坚持运动 管住了嘴还是丢不掉腹部的肉肉 那相当大的可能性就是湿血在捣乱 二 手臂粗圆 当湿血侵袭身体时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困重 四肢沉重 浑身不舒适 似乎身上附着重物 原因就在于 湿气会在人体内四处乱窜 阻碍了血液的流通 打乱了正常的新陈代谢速度 这样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手臂出现沉重 酸软 长湿疹 肿胀粗圆的症状 人的手臂下有个液窝 那里有趋势的穴位 这就是为什么趋势要拍打手臂的原因 三 小脚肿源 湿气重的人 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应该是精神十分充足 并且腿脚很舒服 很有力的 若是发现自己在起床的时候 小腿出现了水肿 圆圆的并且感觉没有什么力气 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身体的湿气太重了 需要积极地采取措施来进行去湿 事实上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湿气的危害了 他们尝试过无数的去湿方法 吃过无数的去湿药 可是湿气还是没有去除 年复一年反反复复 让人心理憔悴 对于男人来说 十个男人九个湿气重 男人更容易受到湿气的干扰 因此去湿对于男人也很重要 男人为何湿气重 一 拼命工作 很多家庭里男人都是经济来源 为了养家糊口 男人往往需要格外努力工作 熬夜加班是经常的事 然而频繁的熬夜和过度劳累 会导致脾胃受伤害 导致脾化湿能力减弱 湿气在体内急剧 二 饮食不节 很多男人都经常参加应酬 自然少不了鲜喝酒 大鱼大肉 然而经常吃辛辣 油腻 烧烤 煎炸 冰浪食物 都会大大加重脾胃负担 影响到脾胃的孕化 进而导致体内湿气加重 三 思虑过多 男人作为家里的顶两柱 往往需要担负很多责任 不仅要为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操心 还要为工作和孩子考虑 压力自然是很大 而中医认为 思伤脾 说的就是过度思虑会伤害脾胃 因此很多男人由于压力大 而导致脾胃不好 导致湿气很重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脾九度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著名的中医家张景月说过 为气为养生之主 养生当以脾胃为先 脾胃健忘 水谷精微化缘充足 则精气充盛 脏腹功能强盛 形体健康 精神好 脾胃是促进和调节 机体新陈代谢的关节 所以去湿必先调离脾胃 你身体腹部滚圆 久坐小脚肿胀 手臂施展酸痛 都可能和湿气有关 运动是老生常谈的 多说不说 你都明白有利于健康 人通过运动后发汗 不仅可以达到去湿的目的 而且适当的运动 还可以强身健体 进一步促进肌体内血液的循环 最终防止体内再生湿气 确实要重视饮食 肌体肠胃系统关系到 营养及水分代谢 要想防止湿气过重 情况能发生 此时最好的方式 就是适量均衡进食饮食 饮食尽量以清淡为主 避免吃油腻的食物 因为太过油腻的食物 肠胃不容易消化 不仅不能排出体内湿气 反而还会越积越多 形成荷性循环 同时还要避免寒性食物 下面小官再教你去湿的 三个小妙招 一 食疗去湿 食疗可以有效去除湿气 且方便又食用 建议在日常的饮食中 吃一些具有去湿 排毒 消肿 利尿的食物 就可以起到 很好的去湿效果 不过需要长期坚持 食用这些具有去湿效果的 食物才行 常见的食疗方有 玉米红豆汤 冬瓜排骨汤 健脾去湿汤 玉米须汤等 二 汗蒸取湿 汗蒸也能去除体内的湿气 因为在汗蒸的过程中 可以让全身皮肤的毛孔都打开 伴随着高温 人体会以汗液的形式来散热 这些排出的汗液之中 就含有大量的湿气 所以通过汗蒸 可以起到很好的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三 泡脚取湿 坚持每天晚上泡脚 也可以去除体内的湿气 一般来说 只要用热水泡脚即可 想要去湿效果更好的话 也可以使用花椒水 泥酒水 爱叶水 生姜水等来泡脚 此外 也可以用食醋对水泡脚 冬瓜皮煮水泡脚 无助于煎水泡脚等方法 来去除体内的湿气 以上三个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毅力坚持 大家都想寻求更加方便会计的方式 来去除体内湿气 湿气排出一身轻 干啥都利索了 最后小关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此视频 如果通过此视频给您带来欢乐 增广见闻 希望您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 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您的点评是对小关最大的肯定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去世的方法 不妨点击订阅按钮关注小关 帮您轻松去除湿涵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